为了在马斯克手底下保住工作,推特女总监在公司打地铺睡觉。 就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接管该公司几天后,一名推特员工分享了一张似乎是他的老板在办公室地板上睡觉的照片。 照片中,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产品管理总监埃斯特,克劳福德戴着眼罩,裹在睡袋里,放在睡垫上。 推特总监睡公司照片引发热议,马斯克上任后想保住工作有多难。 人们对马斯克手下的员工待遇不佳,表示担忧。 一位推特用户写道,这太令人难过了。 另一位推特用户写道,网好的说是管理失败,网坏的说是彻头彻尾的寿命狂。 克劳福德在推特上回复道,当你的团队为了赶最后期限而夜以即日地工作时,有时你会在工作的地方睡觉。 据报道,推特的经理们要求一些员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一些经理周五和周六晚上都在办公室睡觉。 自马斯克上任以来,推特的员工工作时间比平时长得多,他的团队给他们分配了期限很紧的大任务。 该公司的一些员工认为,这些任务是马斯克团队的一种测试,看看谁工作努力。 他们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裁员危险下,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威胁。